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七彩虹的U8 七彩虹的U8实际上出来 大概有两三个月时间了 这两三个月时间 大家反应还都不错 但是随着一些价格更贵的播放器 可能有一些把这个 这个事态压下去了 那么在这里我说一说 有一些更贵的包括一万多 两万多一个播放器 我们陆陆续续会介绍的 今天这期就说说七彩虹U8 实际上这是一个空壳 我是把它打开了 我老说的一句话 就是这个拆箱是女人干的事 其实是一句玩笑话 这个拆箱很简单 就这么一个盒子 这就是七彩虹U8 我们看这个造型 它有多大个呢 我把这个包装放这边 它的体积大概跟一张扑克牌 大小差不多 厚度是能接受的 就是还没有手指的一个厚度 整体摸上去工艺不错 其实就是感觉是一个 铝制的框架 这个喷砂呢 据厂家说能达到200目的一个告石喷砂 技术 告石嘛 就是说白了 就是替代钻石了啊 具体它有什么优势呢 咱们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但是手感非常非常的不错 七彩虹U8这台机器 目前为止我们拿到手是绿色的 我们看到正面是一个接近4寸的一个屏幕 一会我们把这个屏幕点开 呃 背面吧 说是背面 你看看整个是一个这个 呃 亚克力的面板 其中有一个七彩虹 非常标志性的logo 就是呃 有点双尸哈 中间是一个盾牌 下面是一个王冠 我觉得还是很漂亮的 开机也是这个样子 直接是七彩虹的一个 呃 logo就是这个播放器的logo 我们来看看侧面 侧面是有三排列了三个按键 播放暂停 上一手下一手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 可说的 底部 XTF卡 呃 Type C 以及2.5平衡和标准 3.5 这个标准3.5也是带光纤的哈 基本上都说了一下 我们说说几个重点啊 第一个要说 它侧向有一个165度的一个切面 我们从这看 回头咱们会上大读的 这个切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这有一个0.87寸的一个OLED的单色屏 这个屏显示什么呢 你看现在就是呃 电池的电量 然后音量 以及你要播放音乐的 比如说WAV或者MP3 这个真的挺方便 往这一放 很清晰呀 往这一看 很清晰 不用你点亮打屏了 这是一个开关啊 另外值得一说的 七彩虹这个U8的音量调整 我们看这一块除磨屏 通过你的上下滑动 是直接调整音量的 我这样比较一下 对吧 直接调整音量 我要说一个逗事 就是我自己想的这么一个话题 就是七彩虹呢 呃 虽然出的产品播放器不太多 但是真的有几个播放器深入人心 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说C4 回头上屏幕啊 屏幕上上照片 C4 木质壳 黄铜面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复古 当年4398芯片的时代 解码也非常好听 耐听 不属于这种侵略性和冲击力 特别强的 不像爱里河跟索尼 但是声音非常的柔和 听一些女声 人声 然后古典乐和弦乐 呃 比较耐听 让人觉得就是 呃 能听着听着睡着 那种感觉啊 必须要吐槽一点 就是它的机械音量 很少有人这么玩 你像以前我们玩的播放器 都是波 波式音量 对吧 甚至于说也有这种 触摸调整音量 它那个是 整个是一个滑动电阻 滑动电维器 滑动电维器呢 真的就是特别有感觉 这个金属的条状 直接上滑 哎呀 那种感觉就像你摸调音台似的啊 但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滑动这个滑动电维器 容易进灰尘 进灰尘以后 出现滋啦滋啦的这种噪音 如果懂的朋友 会把它拆开 清一清 然后打一点这个 就用铅笔就成 然后打一打 让它更加顺滑 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把它放兜里 那个东西是突突的滑动 你一放兜里 啪就推到头了 就感觉脑袋都炸了 音量起来了 所以当时是让人又爱又恨的设计 那OK 随着一代一代七彩虹出来 现在又扒 更绝 弄一个滑动 非常有科技感 实际上对于产品的颠覆来讲 跟以前的C40是一样 颠覆了大家的想法 但是我一定要继续吐槽 我们拿播放器都这么拿 甚至于说你像我习惯的这么干 但是你这么干 你会发现 呦这机器是不是有毛病啊 这屏幕 是不是有问题啊 不是 是因为你的手占用了 它这个播放器识别了 那你按什么都不管用 哦 那你还得躲开它 这样呢 你得躲开这个区域 这样呢 让你这才能播放上一手 下一手 稍微一个吐槽 但是真的是很漂亮 包括你这只手拿也是 你这个大鱼记这个位置 要在这儿 你不能这么拿 你这么拿成手摸播放器 你这样 或者你这样 都不方便 因为手可以碰到 你的大鱼记这个位置 要大的话 可以碰到它 所以说非常高科技 但是有一点点不人性 我认为把这个区域缩小点 或者是整个再提高 往上一顺 还是不错的 包括我们滑动的时候 你看有蓝色的闪光 回头拍照片给大家看看 基本上这个外形 我说了很科技 然后很漂亮 让你拿出去以后 感觉很多人会注目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说的是内部吧 内部有几个可说的 首先说它的解码部分 七彩虹跟ESS公司 定制了一个DAC芯片组 它称之为 你看就是七彩虹的这个商标 叫Color Play Alpha 两枚芯片 等于是左右声道 一边一枚 负责每一个声道的声音调整 这样呢 效果还是相当的明显的 最大这个PCM部分支持到384 DSD能达到512 另外我们要说的 它另外一个亮点 就是它的第二代 这个超低抖动的一个精震系统 这个系统呢 会能保证我们的声音 非常的成熟 背景非常黑 而且声音比较纯净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公式中 低抖动这一块 所以呢 还是那句话 咱们也不懂技术这块 也不敢问嘛 但是声音好听就可以了 我们再说说 这个 它有什么具体实用功能啊 高度定制的安卓系统 这个安卓系统呢 其中加带有这个蓝牙 WiFi 比如说我们坐车 我们开车 把它放在边上 可以连你的carplay系统 就是汽车上的这个播放系统 作为高品质音源 另外您对您的蓝牙耳机 对吧 还可以接家里的WiFi 去调整一些 找一些素材 我认为功能还是非常非常的全了啊 整个这个机器呢 是64G的内存 其中我们刚才提到了3.5孔 以及2.5平衡 这台机器呢 由于它保证它的厚度 所以也用了一个2.5平衡 以后大家可以根据这个 您的筛子做升级线 做成2.5平衡的 直接怼在这上行 电池呢3300毫 这个大部分筛子都没有问题 推力啊 刚才我们没有提到这个推力 推力这边基本上 已经达到130毫瓦了 几乎能够抗衡所有的筛子 筛子这里我准备一个 就是64A6的 当年的旗舰啊 18 这个是圈铁的18单元 那迷旗舰 包括线 线材也换了几千块钱的 这个乐极宝的线材 一会儿我们还是 这个曲子里边的音乐 来听一听 另外我们再 拿几个耳机 大耳机 比如说HD600 对吧 然后比如说天龙7200 天龙7200 咱们以前说过 这个流行之王 它在直推方面 可能要比5200 稍微难推一点点 稍微难推一点 主要是掌控力 但是插在这上 听你声音怎么样 尤其是一些快节奏的音乐 比如说低频下潜 不错的 600呢 我们就拿它听一听弦乐啊 女声啊 然后古典乐这方面 综合来讲 因为600是 是这个高阻看的 综合来讲 我们考验一下 七彩虹优吧 好吧 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he came at me in sections with the eyes of desire I felt trapped under her web of sin A touch, a kiss, a whisper of love I was at the point of no return Deep in the darkness of passions and sanity I felt taken, lust, strange, inhumanity This girl was persuasive, this girl could not trust The girl was bad, the girl was dangerous I never knew, but I was living in vain She called my house, you said you know my name And don't you pretend you never did me before With tears in the rain My baby walked out the door It's so dangerous The girl is so dangerous I can't go away with my money Don't go away with my time You can't go behind it I can't go down If I feel dangerous I can't go away with my life The girl is still there I can't go away with my body I can't go away with my body I can't go away with my body I missed it But now I can't go away with my body I건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は私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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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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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の光